美妙的工作人員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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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回來今天的影片 我是Bonnie 今天是一個不一樣的設置 今天是一個Live的設置 其實我原本是打算做Live的 但是我想通知大家的時候 這個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拍片 但是用這個形式 用這個設置 大家告訴我你喜歡不喜歡 我想認出一個很親密 和大家很親密 朋友聊天的時間 今天也做了我的咖啡 一直喝咖啡 其實現在的時間已經是 11月25日的4點 所以你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只是我幾個小時之前錄的 其實原本今天是不會有影片出的 今天是打算不出片 打算在IG 或者在community 跟大家說我的狀態不太好 想休息一個星期 但是最後我也決定拍這段影片 原因是因為想跟大家分享我這個狀態 不是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開心 沒有壓力 任何時候都是很有憧憬 很有乾淨的時刻 而我覺得這些狀態 其實在人生裡面 或者在一年裡面 都不多不少 可能隔兩個星期 或者三星期又會出現 所以也很想很真實地去記錄現在自己的狀態 希望我的分享會幫到你 而我也覺得在這些情緒當中 是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而了解完自己之後 可以有什麼做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最近的禁貨就是很忙 我在所有的社交媒體上 都有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兩三星期之前 是去了一個商業旅行的 有很多人都會說 很棒啊 你可以去商業旅行 是的 是挺棒 但是在過程裡面 其實也很大壓力 因為我真的可以很自由地探索環境 可能真的只有四五個小時 我會在大陸城黃昏夜晚的時間去逛一逛 之後的時間全部都是工作 工作 工作 在週末裡面 我就參加一個UX的會議 所以就是要有很多能力 去無論是聽演講 又或者去認識別人 都其實是很緊張的 整個狀態 所以其實都挺累的 那幾天 完了回來是無法休息 直接就上班了 有好有不好 但其實最後是好的結果 因為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見識真的 眼睛是大了 廣了很多 是的 也聽了很多 由一些很大的公司的設計師 他們分享 他們做的項目 他們一些take away 我也覺得是很好 很喜歡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看我講 更加多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所以在工作上很忙 我自己也有很多想頭 有很多事情很想做 原因是因為 在UX這個領域裡面 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學 我也很想在一個技術裡面 真的可以很征戰 也很想有很多範疇上去更改善自己 所以又會想看多些書 又會想自己做多些範疇上去 學多些不同的技術 去更改善自己的表演技術 去參加不同的工作 我每天就是放了工 然後可能睡個午覺 可能20分鐘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開始去看書 去做策略 然後有時候 學一些不同的工具 又或者有時候 就是要去想不同的主題 去YouTube 又或者去剪片 拍攝等等 所以變成一個星期下來 可以去休息的時間 真的不多 所以去到一個位 其實都意識到這件事 很想在一天的時間兩邊 去排開一些工作 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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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陪陪家人等等 而當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就開始去看看我究竟 在佔我工作以外的時間 最大部份的東西是什麼 我怎麼可以剪下這些時間 可想而知就是這個頻道 其實是佔我工作以外最多的時間 因為無論是要想主題 無論是剪片 無論是錄東西等等 都需要時間去做 其實自己慢慢對於頻道來說 都是有一個壓力 其實我開這個頻道 已經大概三到四年 認認真真去管理 我想是兩到三年 而在訂閱 又或者在感覺數來說 其實都達不到自己的期望 也有時候會令自己很不開心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我都覺得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感覺數 都是一個metrics去反映 究竟我的影片做得好不好 我的內容有沒有真的幫到大家 所以當有些感覺數很好的時候 都會反映一下 為什麼那條影片好一點 為什麼這條影片不好 究竟這條影片內容有什麼可以改一下等等 那你說沒有失望就假的 那自己也想自己的頻道做得好 自己也想多些人訂閱 當久而久之是這樣的時候 有一個感覺數和訂閱數的壓力的時候 我每個星期其實是很害怕到星期五 我是 糟了糟了 到星期五了 怎麼辦 會不會沒有人看的 或者我放了一條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其實是有壓力的 這個星期最主要想休息一下的原因 是因為上星期的那條影片 其實上星期的那條影片 我原本是不打算出 因為我知道那條影片其實是沒有重點的 我這樣說 我其實是預料沒什麼人看的 因為那條影片是真的我自己生活上的紀錄 而也是我那星期發生的事情 我和我老公那些小小小的時刻 我最後都提出了 也是因為我自己想給自己一個回憶 一個之後我可以看回我這個時間 因為我的生活 沒有可能無時無刻都是這麼精彩 而的確其實我那個VLOG 可以安排得好一點 有些主題在裡面 令到大家看的時候 我可能有些東西得著 但是那條影片最主要 其實真的到最後就是 給我自己一個的紀錄 所以那條影片的感覺不多 其實我也沒有說不開心 但是就是下面有個留言 通常對於負面留言 我都一向不是很理會 也都盡量讓自己不要去看或者不要去想 我也都不想對方 因為其實我覺得 去到最後也好 這個是他的看法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尊重對方有這個看法 我也希望對方尊重我的看法 所以我一向是 接受大家和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職業的緣故 會令到我自己更加 願意去接納不同的聲音 因為說到最後也好 就是無論是做影片 做產品 出來的最終目的 其實是有人看和有人用 就算是我覺得自己的內容 做到好像飛天一樣 我覺得我的產品是很好用的 我自己用得很好 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 就是不好用 就是不好看的時候 那就是要改 因為你是想其他人看 知道其他人的期望是什麼 其他人的看法是什麼 以至我自己可以進步 當我的看法和大家不一樣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可以 以尊重對方的言語 為前提去表達出你的看法 我是OK的 因為不可能每個人的看法 都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們每個人就是獨一無二的時候 我怎麼可以要求對方的看法和我一樣呢 而當每個人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狀態 我們是不會進步的 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Anyways 回到正題 就是 那個留言裡面 其實是令到我自己不開心的 而當我去不開心的時候 我也想起台灣一個演員 叫做曾知橋 他說過 就是當你看到一些評論 有人跟你說的話 是很刺到你 令到你很不開心 令到你很想反擊 令到你很想去跟對方解釋的時候 其實就是代表你自己都有同樣的想法 你自己都是這樣去看你自己 因為你care 那我就開始去 Dick deeper 為什麼我究竟有這種情緒呢 而去到最後就是 其實因為我也這樣看我自己 那其實我的確 也覺得自己的身材 其中有一件事 他說我是說我肥 那我想這件事 也是我自己 去這樣看自己 就是我覺得我的身形 我的身材 都不是在自己的要求當中 那所以 就令到自己都很心疼 而另外一樣呢 就是他說 覺得我的內容很垃圾 那可能在我心底裡 我也覺得自己做的內容是很垃圾 OK 我不可以說覺得它垃圾 但我的確知道我的頻道 或者我一直以來有的問題就是 我沒有一個Niche 我沒有一個很... 嗯... 集中的話題 可以這樣說嗎 我記得我之前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朋友們也有在我的影片留言說 你應該要集中做某一類型的題材 不要做一下這個 做一下那樣 令到你的頻道很散 流到觀眾等等 那我其實呢 之前呢 對於這些留言呢 我也是很覺得 嗯... 我就是想我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嗯... 那我成長的時候 這個頻道都會有變 對於我喜歡的東西都會不一樣 那所以我想做的內容 我的主題都會慢慢變 如果我本身的想法是說 哦... 我想多訂閱 多人看 那我的確是一定要有一個Niche 我一定要想得很清楚 這條影片拍出來 是幫到哪些類型的朋友去處理他們生活上的問題 我只顧著說 我想拍我自己想拍的東西呢 那其實我就不可以 那麼去留意著 究竟我有多少訂閱 或者我有多少Feel 因為其實這件事就是不對等 因為你想達到的那個目標 你都沒有因著這個目標去做這件事 那你怎麼可以要求你出來的成果 是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我講得很亂 用例子來說就是 如果我要求自己 上我的頻道是可以很多人看 很多Feel的影片 那我就要做一些內容 是可以針對著一個群眾 是很多人看 以及可以幫到大家的主題 如果我最後拍了一些 我只是想自己錄 我只是想自己看的題材的影片 那我就不可以要求會有很多人看 以及很多人訂閱了 因為我只是原本做這件事的時候 根本都不是為了這兩樣的目標去做這件事 因著我這些負面情緒 我再去畫得深入 究竟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呢 為什麼我會不開心呢 而當大家如果遇到有朋友 給你一些不好的 feedback 或者在工作上有一些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去用這個方法 去更加了解一下自己 我覺得其實也挺有用的 當我了解到的那一刻 其實我已經沒有了那個不開心 而我只是會去集中去想 那我怎麼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怎麼可以去改 我怎麼令到我的頻道 去到我想要的那個目的 而第二點就是 當了解到自己 覺得原來我自己做錯了 一路以來做錯了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原來我自己一路以來 忽略了那些 comment 其實就是在告訴我 應該要怎麼做得更加好的時候 我當時做錯了這個決定的時候 那其實就要let it go 我知道自己做錯了 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不一樣了 那現在這一刻我們要想的 不是去後悔 去哎呀早知道我怎樣怎樣怎樣 去抱怨去後悔 是不會令到這件事更加好 而令到這件事更加好 是怎樣去解決 怎樣去改變 做錯了其實不要緊 任何人都會做錯 為什麼你會預期自己 一定是perfect一定是沒有錯的呢 我們要let it go 然後我們去接受 ok 我們曾經做錯了 不要緊 我們重新來過 再做過 那這個就是我今次在這個事件的學習 其實都是我今個星期 整個星期去struggle 去沉浸著的一種情緒 就是我去又不開心 然後到了解我自己 到最後我是ok 去想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令到自己更加去進步 更加好 那希望大家當遇到一些負面情緒 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都可以試一下用這種方式去應對 那而我想最終的目的 其實都是想做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所以千萬不要被這些負面情緒去纏繞著自己 還有當自己知道自己錯了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放鬆一點 放開一點 就接受一個不完美的自己 然後我們 move on 我們去成為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因為在生活裡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避免 沒有負面情緒 因為一定會有負面的情緒 以及一定會有其他人的留言 我們如何好好運用這些留言和情緒 去令自己變得更加好 希望你們都有所得著 下次當你們有這些情緒的時候 都可以試一下我這個做法 也希望我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bye 我們下次再見